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做用注音符号输入台语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发现说奇怪蒙典也有在做 所以他就很高兴跟我们联络 然后如果大家有到蒙典看到底下有英文、法文跟德文的对照翻译的话 那个就是阿哲跟他的同事做出来的 那然后后来阿哲莫名其妙就变成我邻居了 因为他到那个台大语言所当交换学者 然后就是跟谢树凯教授合作做开放语料 那今天听说他们会在CMIC公布他们最新的研究计划 那我也非常期待 那待会儿panel听说阿哲也会远端这个跨海 好像背后铃这样附身在我身上参加panel这样子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那个谢树凯教授带来开放语料运动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其实不是学术演讲 所以我试着也不会真的很介绍很细节我们在做东西 反而是想要从我们的角度去想想 因为在这个开放政府运动 跟就是所谓的大家黑客公民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 但是我常常在想那个学界到底在做什么 他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可以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念语言学的可能大家甚至更不熟悉 所以今天有一点想要泡砖领域然后求教各位的那个意见跟帮忙 好 希望不够清楚 我是谢树凯 在台大语言所讨讨论 那这个阿吉尔就是皮叶是我们认识很久的朋友 那我也是他那个论文的口识老师 那他现在是已经就是回法过去 那之前做了在我们这边做了博士后的访问 OK 今天我就是几个想法 就是要谈一谈说这个语言学跟那个开放政府的关心可以是什么 第二个呢 是要谈一谈说那个所谓的开放语料 因为今天可能在座的很大很关心词典 特别是蒙典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效应 那我想要去进一步去提提 这样一个字典再往前进化是什么可能 或者是除了字典之外 语言的资料是不是也应该公开 那什么叫语言资料 好 那我会提一提我们在做的东西 那最后就是一些建议 OK 那个语言学 很暗 那个语言学我给一个一分钟的背景知识 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 因为我们都在做语言教学 其实不是 语言学是这样 我们要回答的其实是语言怎么被学习到 语言怎么发展 语言它的结构是什么 它的功能又是什么 那我们在语言处理跟理解的时候 它的神经跟心理极致又是什么 那它在社会的发展的变异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语族 它们的语言变异又是什么 那这个语言长久来看它的演化过程就是什么 看来其实是一个很跨学们的一个学问 那我自己在做的是叫做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就是叫计算语言学 或者如果是志工背景人比较喜欢谈 它叫做NLP的自然语言处理 那其实跟它这个相关也有一个叫 就是说大一点的方向叫empirical 就是经验式的做法 我们认为看待语言分析语言 要有语料 不要你坐在那个这个椅子上想一想 就把原规的想出来这样 好 那其实这个语言的数据 那个我们说 我们相信它蕴含了很多东西 包括说这个文化 我们的文化历史记忆 社会心理趋势 或是这个所谓的现在很红的 这个语情的倾向分析 对 那或是情绪 那个sending analysis 甚至那个人格的特质 他决策的行为 还有甚至在医疗领域 那种有一些疾病的前期的语言征兆 这些都是在语言行为里面 可以被发现到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额 很大的一个研究跟应用的潜力 那在这个过程中 语言分析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在那边讲说 这个语言分析在data sign 现在大约很流行 在这个过程发展过程中 可能会慢慢大家会注意到 文本的分析 就是语言 语言行为 语言那个材料的分析 会是第二把刀 除了统计之外 当然还有词诚式 可能当然是一个基本的 好 那这边我就 大概提到这边 就是说这个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这下语言学 文本分析 常常会是 关键 这边也会是 就是大量资料下 处理的一个力气 我就不再谈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 在网路上可以看到 好 我们再谈一谈什么是 语料 可能大家也不清楚 什么叫 Linguistic data 或者可能大家也有听过什么 Corpus 语料库 但是什么叫 Linguistic data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表达出来 我们为了沟通 我们讲话就是 叫表情大意 对不对 我想要跟你讲什么 我隐含着我的情绪 比方的那个情绪 在这里可能是 我想要把我觉得 这件事对的那个情意 附着在 我要讲那个意思里面 然后语言就这样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才说 语言表情大意 它有那个意义的部分 也有那个情绪 思维部分跟那个情绪部分 那实现出来资料很多 最大像我现在讲话就是 它就是语音形式 对不对 要是有人做过 我要觉得有趣 做一些共笔 或者是转录 它就变成文本形式 那如果我们待会 有一个互动 它就变成一个言谈形式 所以语言无所不在 我们就像今天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想把整个 这次会议的过程 既然公开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语料库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这一次的年会 大家关心的主题 大家的语言行为是什么 大家在想什么 大家反对什么 等等 这个就是语料的概念 好 那在比较科学研究的脉络 就是所谓计算语学脉络 这个语料的形式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些data Linguistic data 你怎么把它整理起来 有很多个角度去做 这就比较 怎么讲 就是比较学术上的讨论 就是说像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字典 就是dictionary 那其实我们在看待dictionary 这个字典对我们也是好用的资源 但是它好用的部分 会比较是在教学上 就语言学习上 你当要把它应用到实际的 就是实际的那个应用 或者是操作的时候 它有些讯息可能 必须再被整理 或者是被再添加 或者是从 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叫词酷的想法 就是Lensical Lensical dictionary不一样 在说 我们就像你想想 我们那么多的字词 但是在我们的mind 或者脑 或者是哪里 藏的那个东西 绝对不会是 像我们现在字典的形式 我们查找字典 绝对不是用alphabetic 或者你按照笔画 去access那个资料 就像我现在突然讲一个什么 你不太熟悉的 你去access你脑中的 那个字典的时候 那你就想象 那个字典的样子 大概是什么 我们比较不倾向去相信 它会是现在的 dictionary的那个格式 所以就有一些词酷的概念 就是去模拟 那个字词之识 在我们脑中 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也是一种 语言的再整理 语料的再整理 那语料库 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看看 可能大家觉得 比较有一点意思 语料库听起来 其实它也不是单纯资料库 这么一个简单概念 比方说我们最近试出 一个PTT 大家很熟悉的 那个PTT 有语料库 那这个PTT 那这个PTT 这边因为那个 有点被那个缩减 不过像这个PTT 我们也搜了 动态的搜了 就是各个板 然后各个时间 然后也是动态在抓 那我秀一个 比方说什么叫 语料库一个概念给大家 比方说 我们 这边 随便讲说 我如果 选择了一个要搜寻的语词 那我可以去那个 设定我要看的 它在哪些板 出现的频率 就是那个后色资讯 然后它实际上 怎么被使用的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 在上面再做标记 就是它到底前面后面 是跟什么名词类 或是什么样的特别的 一起出现的词汇 或是等等 甚至我们还 继续做了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它 反映了什么样的情绪 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改了一个 中文段词版本 我不知道可能大家 在座与 那个文本分析 或者你只要爬书的时候 你如果要做文本分析 在中文 大家就会碰到 断词的问题 什么叫做一个词啊 等等 这个可能 有兴趣 我们之后再回来 谈它 好 那回到就是这个 还有很多考量 就是说这个语言词 甚至整理 从语言去整理 那个知识等等 那 我们今天再一点点 谈这个部分就是 那语言学 跟临时政务 开放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它那个距离 没有我们大家想的那么远 我就是说 刚刚就提到 这个 这个 就是对于资料 那个巨量资料 一直多元的 各种类型的资料 一直的 emerge这样的脉络下 你势必要去面对 那个资料的复杂度 资料复杂度 不是存在于说 就是大家习惯处理的 表格性资料 因为我知道 大家花很多时间 在hack的东西 都是表格性的资料 我待会可以 解一个例子 对 就是说你 高雄市的护证资料 出生 离婚 率 或什么等等 那你最后回到 就很像一个 spreadsheet-like 的那样一个结构 去做 之间的关联 或者做 等等的统计上的分析 或者做图 但是资料 远比那个复杂 知道形式 比方说 大家可能如果有 text mining的概念 就知道 有那种unstructured 就像text 这个文本 那你怎么去分析它 好 那我这边 也就是想要提一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好像就像刚刚谈 那个学界 我也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们都被 绑得很惨 我们在 现在高等教育的制度 让学者 想的事情 好像跟社会应用 社会服务 已经越来越远了 大家只要想 怎么样保住它的位置 怎么样 发更多的paper 所以 大家都活得很辛苦 这个过程中 我是觉得 必须要 至少在学术界 有这样一个 觉醒 就是某个影响 能够去参与一个 把自己的学术的 科学研究的工作 去跟这个社会 改进 产生一个连接 所以才说 画到一个这样的过程 就是 政府的角色 就是开放资料 你不要阻碍大家 你就是去 想办法去 开放你的资料 那 所谓的 那个 Civic Hacking 我这边讲 我不是打错字 我不是很喜欢 那个黑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把自己抹黑 就是 这个翻译 那当台湾早期 那个骇客 好像有点吓人 让那个国中生 有些 都越越欲试 觉得好像要做什么 很刺激的事情 但是 我只是觉得 那个骇客 如果我们用 那个hello 那个hi不是很好吗 我们做很多事情 第一个程式也是hello 到人家系统 第一个很想说hi 那为什么不就是 这么轻松一点 这个开放资料 我意思是说 这个hacking的data之后 你就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个data怎么被explore 这个东西会越来越重要 我待会可以大家提一个 这个 大家在做的那个 立委投票指南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这个意思 那产业界当然说 我觉得是一个 重要的力量 在这里面 看那个资料 怎么被产生应用 甚至产生一些social product 好 好我现在谈第二个部分 想能够快一点 就是开放语料的意义 跟我们做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是agio的那个pia 他的交代我的那个 他要讲的一些话 把他做一个精简 就是大家知道agio 他就是 算是一个法国人 但我们觉得他前辈子 应该是台湾人 他就是对于 台湾的门南语 河流也很有兴趣 那他就一直在找资料找不到 后来发现那个蒙点资料 之后他就很高兴 他就是把它写成了一个 那个台语输入的那个 就是APP 那也都上架了 而且超过都一万次的下载 虽然他自己发展得很辛苦 但是他觉得这个资料的open 是造成他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 第一阶段的动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故事 那像这个书法 可以都可以在那个 Google的play上面去下载到 好 那回到说语言学的部分 其实我们并不是 学界不是没有在想资料要 做的资料要串在一起 才会产生效应 所以是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原学的data movement 就是open linguistics 我们把做的资源 我刚刚讲的一些 Lensical Corpus 或是Ontology 全部把它用在一个格式下 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开放出去 产生更多的可能 你就可以想象说 那个知识资源 是非常的 可以是非常的丰富 就像是你看 这一张桌 这个 这就是一张桌子 那一个桌子 这样一个词 你会有什么 我们懂它什么 我们好像觉得桌子就是桌子 但是在语言学家 或者是做原识源观点 你总而起来 你就会发现说 一定要有一个桌角 对不对 没有角 我们就可能变成一个板子 对不对 那或者说 我们知道它的功能 就是桌子 就是让人家累死 我可以有一个遮拜 然后我可以演讲 或者放东西 做一些讨论用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甚至 我们讲要公用 它的跟别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等等 就是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的知识 语言知识 那我们在做 就是把那个知识 把它明示出来 实作出来 放成这个 像资料库的东西 让大家去用 那才会强大 甚至你讲到 情绪也是 我们很多 对每个人 对桌子有不同的情绪 你可能小时候 撞到头 撞到桌子 所以你看到桌子 你就是有一些 比较负面情绪 那有些可能比较中性 等等 但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表达上 被记录下来 那就是一个知识 的那个 那个 实作 那我们是 我们是自己做了 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是 没有很完整 就是才刚开始 做了一两个部分 就我们希望把 这个语言知识 我们刚刚讲的这东西 开放出来 那这开放出来 我们要推 好 这边涉及了 搞几个计划 就是说这个 一个大的 巨量词库 那我们甚至 大家就想说 我这边讲说 放弃那个原子论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故事讲一下很长 但是因为如果大家熟悉 中文语言处理 你就知道那个词的问题 一直是一个问题 那甚至 假设就是想 你要分析不同的 走面的文本的时候 假设你今天要分析 国会文本 我们大家觉得 国会的那个 讨论很重要 那你怎么分析 那中文就是都 都没有一个 bounder 一个空白格 在那里跟你讲 它是一个word 那你怎么分析 可是你说每一个单字 都是一个word 一个单文 也不是 像今天 什么叫做金 不知道 你不能说金是一个字 对啊 它是一个汉字 但是它不是一个word 它不是一个 我们叫做词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 有一个段子系统 去分数这个叫 今天叫一个word 可是这事情 绝对不会那么单纯 我最讲一个最简单 就像如果要分析 国会文本的时候 很多是 比方说 一个turn一样 可是你段子系统 会把它断开来 所以你就还原不会 去看到说 它怎么被使用的东西 就像是 我这边没有个例子 比方说公教人员 这个是从立委资料召唤 公教人员 如果是段子系统 它可能就会把它断成 公教跟人员 但是公教人员 在法律的脉络 可能它就是一个turn 它要被观察 我们要观察说 那立委 多关心公教人员 但是你在前出力 把公教断开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去看 它怎么去关心 公教人员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我谈的一个 那个 我们要放弃原子的 就是把它做大的时候 比方公务 在里面 人员在里面 公务人员也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固 伴随了它各种不同的那个语言讯息 那其他我就在这边不太细谈它了 那我们也想要做一个有趣的那个汉字的东西 就是从那个字的那个知识结构 跟它最原初跟那个英语语系的对应 这个都比较学习上我们就会谈 但是我们这些资料 我们就希望除了资料公开 我们要把方法公开 方法公开就是 我待会再谈说这个 像这个我们在做了一个开放语道系统 大家也可以去查询下 我觉得是 算是我们的目前在想要推动的一个部分 就是不只在学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跟帮忙 那它那个里面有那个 因为它有一些那个 它不要被那个什么条款 什么吓到那是假的 因为只是我们在刚刚弄完那个网页 那个同学去套一个样本 我们是要完全开放 它可能套成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收入网 反正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东西 但是它开放性的在于我们想法 它不是只有资料开放 它那个字所谓的know how也要开放 也包括那个方法 比方说我们怎么看资料 我们刚刚讲的concord 就是说你看它前后什么字长什么样子 或是你可以抽取成一个 做一个图 做一个很漂亮的词跟字之间 读等等 那个都是方法 那做那样的 就是说那个方法可以被公开 也可以被再产生 你可能觉得我干嘛要用这么笨的方法 在看语言 那我们就很欢迎你 我们要创造那一个平台 每个人可以去识做那样的东西 那个对学界有帮助 对于开放政府的资料奔心 绝对有帮助 我就先这里先站在这里 那我们很希望 我们在做刚刚讲的巨量子库 我们很希望说 我就把他当成蒙典的学伴一样 就是我们要从那出发 把比较多科学研究的讯息 包括进来 像我们现在做了包括情绪的部分 其实还有那个儿童发展的部分 就是你这个词是大概是几岁小孩开始学到的 或者是那个什么样的年纪的人在使用 这个相当重要 这个我插开一下 我本来可以去待会在panel的时候讨论更多 因为我们在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想要去量度 词汇的年纪 因为现在新词的产生太快太多了 现在是一个网络年代 近十年产生那个新词 就像已经可能是元素 数十倍于以前的时代 因为像我 我要什么创新的用语 大概就跟我爸妈讲一下 他们也不会流传 没有网络 就是在这个家里讲一讲 然后明天没人讲 可是现在网络不是 流传速度非常快 但是问你衍生的问题 你就想 做词典人就面对这件事情 这个新词就像什么 有事吗 好 假设是一个词 有事吗 会不会活到下一个月 或者再两年 他会有人有兴趣在讲吗 不确定 但这不确定会对 字典业者造成困扰 我要不要收词啊 对不对 蒙这个词也是蛮不错 但是当然我相信蒙 会变成一个稳定的词 但我一直说 字典业者他要去面临 他要怎么判断 那以前都是经验知识 或者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在判断 可是时代在改变 这个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计量方法 或是资料分析的方法 去预测 去量度 好 这不只是往后预测 他会能活多久 要往前预测说 那些词 你要标记他的年纪 否则你让一个字典 这样子 外国人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看蒙典网页 第一页那个蒙 好像一个例子叫人民 叫做蒙利 还是蒙 我放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人民的意思 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 可是外国人或是学习者 你没有任何标记讯息 他可能就去学了 他就跟你说蒙利很伟大 你一定不知道他讲什么 对不对 那那是一个老 不是老词 就是他有一些是 经典里面的词 有一些 可能是四十年前的词 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讲了 但是你没有那个标记讯息 告诉人家 就是什么样的用法 你反而会对于学习者 常常困扰 这是我们的角度 所以要retructure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有设计很多的 就是必须重新去思考一些 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待会再 也许有时间再谈 那我们到目标 这个计划目标 我们是长远目标 今天早上讲的 就是说我们早上 我提到一个go 我们要不要做go shifting 我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玩科学 只要他想 特别是语言科学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边玩边贡献社会 就算他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有趣的 我们想要推动 因为讲话就这样 你在讲话 你不觉得你在贡献 什么语言学界 或是什么 什么以后伟大的应用 但是对我们的贡献 如果你把那个资料给我们 我们就知道语言的发展 就刚刚讲 语言发展 语言习得 语言变异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你愿意 你就在帮助 你根本不用讲 我要写写成书 或者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才能做什么事情 都不用 这是我们的理想 那可不可能 就是在前提单 说大家要理解到知识 不要把它私有化 特别是 就刚刚我觉得 那个历史也讲得很好 就是我的你的 我也搞不清 那到底是谁的 甚至我们学界也是 我才能做到